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会完全消退 ACY希望国际认为澳大利亚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作为矿石主要的输出国 随着矿业繁荣时期的结束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才会使澳大利亚经济趋于稳定 好 技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澳元在跌破了一个下降通道之后 进入了一个箱体的震荡整理区间 那上个交易日的话澳元是收出了一根下引线较长的小阴线 显示出目前下方的支撑位置作用比较的明显 那本交易日由于澳大利亚公布了经常账 数据表现健康 澳元的话是一度的大幅飙升 那我们上方的话仍关注0.7250这一压力的作用 那如果说会价没有突破而受压于这个关口的话 那我们后期还是关注它的一个震荡格局的走势 那下方我们关注0.71760的支撑作用 那如果会价突破向下的话可能会开启新的一轮跌势 那目前建议投资者关注区间内的震荡行情 可以在区间的上方和下方设置好止盈止损 以一个震荡行情的交易策略去操作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同为商品货币的家园 那美元兑家园也是在回调之后 于1.30关口有所起稳向上的反弹 那在上个交易日收出了一根上引线较长的小阳线 显示出上方的动能有所的衰竭 也是受到了前期的高点1.31的整数关口压制 那我们后期的话还是关注多空双方 在1.30这个整数关口的争夺 那布林带中轨的向上运行可能会对会价有所的支撑 后市中建议投资者关注美元兑家园 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整理 如果会价有所向上突破的话 我们关注其多头的走向 好后市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三6月1日亚洲时段北京时间9点 公布的中国5月官方制造业PMI 以及9点30分公布的澳大利亚第一季度GDP年率 届时澳元短线定会产生巨大的波动 另外本周四6月2日北京时间20点15分 由小非农支撑的美国5月ATP就业人数将出炉 本周五6月3日北京时间20点30分 美国5月计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将粉末登场 投资者们不容错过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日的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